回家你要多想 那就走 妈 你不要这样了 你要是先住在什么房子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 妈 你就让我好好弥补你们好不好 如果你想挡我 你心里好处的你就挡我吧 妈 你不要这样子 姐夫担心 这个有她自己的难处 她公司出了一点事情 她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她不想让姐跟着她一起存的这些 妈 你姐都害成那样了 你还要帮她说话 妈 真的 你就让我好好弥补你们好不好 妈 妈 走 走 放在你这个女婿 走 走 妈 你就这样子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干嘛 给我回去 给我回去 我就走了 妈 妈 你不要这样 妈 妈 你原谅我好不好 妈 让我 放在你这个女婿 你快走 走 妹妹 是我对不起你们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说了 她也不原谅我 也是她的理由 但是呢 我真的很想弥补我的过错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说一下妈妈 好不好 姐夫 是你不要这么着急 妈这样子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妈妈 毕竟 你突然之间这样回来 包括我都接受不了 说真的 看到你的时候就仿佛就像看到我姐一样的 所以 你这段时间还是不要来找我们了吧 对不起 小姨 她说不是我的爸爸 孩子啊 我是你的爸爸 这几年你受苦了啊 以后爸爸一直陪着你 好不好 姐夫 你过段时间再上来吧 再说吧 孩子的话我会好好照顾好她 毕竟我都照顾她这么多年了 这几年妹妹真的很辛苦你们了啊 真的很谢谢 但是你能不能 带我一下去看一下你的姐姐好不好 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她 我真的好想去看一下她 好不好 那行吧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好 谢谢 那走吧 孩子 小姨 我不认你这个爸爸 你害了我的妈妈 小雪 你不要这个样子 他真的是你爸爸 如果你 你认了他这个爸爸的话 你有了这个爸爸以后就不会再 有别人说你没有爸爸了知道吗 孩子 对不起之前都是爸爸的错啊 但是爸爸以后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好不好 咱们一起去去看一下你妈好不好 走吧 妹妹 到了 孩子睡走了吗 睡走了 不定开门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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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来抱吧 没事我来他肯定准备一抱 在这上面吗 对就在那上面 就在上面啊 对 走吧 老婆 你怎么能在哪里呀 就在这里了 老婆我来看你了 我大叔不应该让你先回来 没想到你走得那么突然 姐夫你 对不起 因为当初事情 都在我身上 不要傻心了 我不想到你 我要让他回来 好好享受一下 姐夫你不要太傻心了 没想到他走得那么重 老婆 对不起 等一下你下到小雪了 妹妹 妹妹 当初我老婆 有没有跟你说 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回来的时候 我当时我没有在家 后面我回来的时候 他说 你在外面你对他很好 然后 他的意思是他回来 你让他回来享福 可是 他 你知道吗 他每天也在很努力 他每天都提着一个大肚子 在八岁里面的人 他自己已经也在很努力 很努力的 但是他每天都等着你的消息 等着你的消息 你知道吗 每次你给他发信息的时候 他都很开心 很高兴的 结果没有想到 升小雪的时候 他就 出了意外 妹妹 那你别闪戏了 好不好 我现在对不起你们一家人 没想到我 就让他回来 结果他 他就这么走了 都是我的错 那现在你 妈妈也不原谅我 但是我也不会怪他 都是因为我的错 那妹妹 嗯 现在我也没脸见你们了 本来原本以为 这卡里面有五十万 我以为我回来的时候 给我老婆花的 结果他现在他也不在了 那就我就给你 你就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你就拿着吧 我就先走了 说姐夫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 你不应该这样子逃避 你知道吗 你都已经错过一次了 现在妈还没原谅你 你应该要想着怎么样去把妈说服 而不是要逃避 对不起这人 老婆 那你去拿着吧 这个就不要了 那我就先 送你回去吧 好不好 送你们 然后我就走了 这我都没脸见你们了 现在 都是我的错 走吧 那你就只能拿着 走吧 姐夫 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不要逃避问题好不好 你把这个钱拿着 现在你还没有把我妈说服 你要该想着好好怎么把我妈说服 你天的这个样子 也不是我姐想要看到的结果 我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你看一下我 现在我自己 我为了这个孩子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家 小姨子你不要说太多了 孩子 爸爸不走啊 爸爸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爸爸不会丢下你的啊 但是小姨子我今天心情 真的特别特别不好 要不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好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啊 孩子你一定要提小姨的话啊 爸爸以后每天都过来看你好不好 孩子的话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 弟弟我都已经带了他这么多年了 他就像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了 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们先走吧 你躺在水里的牵挂 老婆我走了啊 以后我会每天都过来看你的 你的怀抱 你的怀抱 我一生爱的肩膀 有你 晒过的衣服 味道 掉啊 不开小姨 Bon 感谢观看